在黃江亞入住的灣仔君越酒店,保安明顯加強 多名警員及便庄探員在附近一大巡邏 由於主要的通道擺設鐵欄 多輛警車就停泊在酒店門內戒備 至於酒店的職員就不准記者在酒店大堂內守候 黃江亞在抵港後將會與行政長官曾蔭權會面 並會出席禮賓府的歡迎晚宴 而一連三日的考察行程包括會在星期一 參觀監管局、交易所及社區設施 而在星期二就會出席各界午餐宴及青年座談會 並會與高層公務人員、行政會議成員及部分立法會議員會面 黃江亞會在星期二舉行記者會總結行程後 再轉到澳門繼續考察 香港歡憑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 都會在星期二舉行 一兩下 日本券